台股大盘昨天是陷入了量缩整理格局 而分析师就认为电子股受到了苹果新品延迟推出 平板压缩PC销售等冲击 普遍表现将不如传产股 但是台股大盘中长线渴望走出大多头的态势 类股部分可以留意LED的族群更多的关盘重点 带你来看经济日报就是轮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